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香港近日發生的事情 我們香港近好大行動這個節目 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的 能夠真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就不只是和大家一起批評一下政府 某機構某人對某事處理不好 大家發洩一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了解問題的根源 以及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還有建議我們香港人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力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當事人 或者你是特首 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會做些什麼呢? 我經常都想著 其實香港過去很多人 大家討論 那時候是經常講過問題的現象 其實很少是最終講出問題 是應該怎樣改善的 我認為,如果我能夠用以下四種的步驟去看問題 那我有機會在香港會繼續做好下去 第一,要了解 到底我們講的問題的核心在什麼地方呢? 問題的為什麼會出現呢? 最後呢,我們如果知道問題的起因 其實很多時候順理成章 都可以想到解決方法或者方向 最終就說,我們香港人 如果能夠自己付出一點點 就可以推動比較深遠影響的建設性行動 這就是我們香港出路呢 一向希望能夠做得到 也希望帶動香港傳媒可以向這個方向走的 那今晚呢,我們又很高興邀請到孫柏文 就來跟我們講,繼續做我們那個嘉賓 那我們的題目呢,就是會講一下香港那個金融市場 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那我們那個廣交所其實有沒有出現過壟斷? 那大家都知道,孫柏文呢 是獅子山學會的研究總監 那他也都在《蘋果日報》裡面呢 是有個專欄,也都會俗稱是金手指 即是說呢,他在財經方面呢 也一直都很有深入的研究的 那和一起導節目呢,就有我們一向的金融營先生 好,那我們先先看一看 因為好像昨晚呢 是否已經有那個特首競選的 有個辯論 那其實呢,我過去呢,我都很少去 從一次我沒有機會聽到 我這次第一次聽到的整個過程 過半小時的 那就是我先聽聽,大家在這方面有什麼想法 那大家對這個辯論呢 是有什麼的感受 那阿金,你自己可不可以 你當時好像在現場那樣 我不是在現場 現場就在電視城 我就是在 在觀塘東那個日頭和夜晚的商場 是 APM,APM 那聽聞有幾百人 有什麼看報紙說 有幾百人當時在看 是駐足的,沒有走的 OK 那那裏就可以給拍手掌 兼打棒 是嗎 打棒 打棒 那我有個觀察 你觀察到多少錢 怎樣反應呢 沒有辦法,順便觀察 如果梁家傑說完 就有很大的掌聲和鼓動 曾蔭權就有些噓聲 是這樣的嗎 是啊 可能那裏真是 就是 曾蔭權 他講的那一部分 他當然要支持自己的做法 就算了 梁家傑錯他 因為他現在正在做現任特首 難道質疑自己現在做的事有錯嗎 但我反而比較 看梁家傑所提出的 他就說 教育一塌糊塗 說現在現任政府 官僚插手得太厲害 所以他的解決辦法 就是要 15年以來教育 和小班教育 和小班教學 這個解決 第二 兩個都沒有什麼分別 在經濟範疇 我一定要問到孫帕文 你怎麼看 他就說 我們昨天是積極不干預政策 梁家傑就很支持 所以我們要講公平競爭 大賽團 現在是政府傾斜 所以要有公平競爭法 他們公民黨一向支持這件事 曾大首都說明 我們不是積極不干預 他有責任要看著 他當時也這麼說 還有 就是說 曾蔭權 他在經濟範疇 他在經濟範疇 梁家傑 另外再挫 曾林權說 我們現在政府有九千多億的盈餘 你放在那裡幹什麼呢 曾林權又挫他這些數據 我想了解一下孫帕文 剛才那幾個項目呢 你又會怎麼看呢 不如這樣吧 首先呢 我今天希望可以 我們聽眾 跟我們多一些互動 interaction 所以我想先發聲 人民這個對 二台 ICQ號就是 308084705 電話就是 23854492 最少是ICQ 308084705 希望大家可以 傳一些ICQ 不如這樣吧 民營今天 都講開這個 特首選舉 少少 特首選舉 這個 辯論 講一下辯論技巧 不如 我想說 上一場 上一場 我覺得 台上 當日 表現得最好的 就是 犯罪黎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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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證 是 是 那怎樣 那時候 長毛 長毛卿 梁國雄 當然是指定中作 去做些事 當然 我們 《蘋果日報》裡面的 宋漢生 就 說了一句 挺精靜的 就是 但是 好像一個 AC米蘭 踢國際米蘭 一個很重要的打比賽 突然間出現了一個 裸跑球迷 球證要追雞 暫時終止球賽 捉了這個球迷 下場 你說 是不是有影響球賽 我就不覺得 起碼增加了 娛樂性 看看昨晚那場辯論 如果我是一些權勢 就算何鴻生先生說的 都是對的 我都一定投白票 投硬你白票 我甚至是孫柏文三個字 我今天投白票 吹咩 兩個都投不下手 真的投不下手 你好像我們曾達首 第一場辯論 全世界都說他輸 連民意調查 他真的有少少跌 百分比 3-4% 梁家傑就升了幾百分比 你說 他表現不好 表現不好 他就不承認 他不承認 他說自己很嚴肅 很嚴肅 不說真的 現在問題就是 你做得不好 你就承認 沒所謂的 我辯論得不好 我會檢討 我第二場會做得好些 你不要賴 但是范太太說 我沒想到會自由到這麼大 大哥 不要說自由到這麼大 又被拍掌 對 你不要理他 大哥 做得不好就承認 你又不肯承認 真的不承認 真是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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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將之鋒 這一場戰役 不是長長的打贏 輸一場的 就檢討 跟香港市民說 我會更加努力解釋我的政角 下一次 在下一次辯論上 我會更加努力的 他不肯說就算了 說說昨晚 昨晚 昨晚呢 有幾個項目 我會覺得 好有趣 首先要說回梁家傑 梁家傑說 各位觀眾 有沒有人相信 香港真的沒有人搞廣道 有人拍手 真的有人拍手 他這樣問 他說 你相信香港 在這裏有沒有人搞廣道 有的人拍手 真的有人拍手 他說 不是 相信有人會搞廣道 那就拍手 他問現場 對 問現場觀眾 你也有看 那拍手 這些就是危機 危險 機會 不過死人 梁家傑 還要把握不到 他還會說只有幾個人 兩三個人 對 大哥 第一 你可以說 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人搞廣道 你根本就是完全是 你已經脫節和現實脫了一節 我不知道你平日看什麼報紙 是不是被人誤導了 會有人搞廣道 我們不會搞廣道 你這樣就可以落到台 原來你不是學得兩三個 原來 跟阿斐漢橋有什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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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硬膠 真的完全硬膠 好了 其實第一個問題 我已經很不滿意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記得有一個 好像是有線電視的記者問 他知道有家人 也是性金的 10元 10元買什麼 做三行的 以前做三行 沒有公開 那怎麼辦呢 一個就說 鄭仁田達先生 我們已經 香港有一個很完善的縱緩體制 我不管縱緩 那是否好先 我孫彭雅思議生學會 我只是說一句 如果我是中產 我一聽到這句的話 哇 真是 真是 幸好是達官貴人 才可以投票 如果中產有得投過 他已經死硬了 你叫人去拿縱緩 是啊 這句不要緊 這句縱緩始終是一個安全門 我也覺得對 如果真的有這個需要 是啊 是下一句我硬移 下一句我硬移 他說 我們已經拍板 有很多基建工程會落實 去興建 最後最好就業 保證有公開 當然了 曾蔭權當然是 就知道是奶奶的事 不過我也會看著環境環保的因素去做 不會隨便亂發展 如果讓我回答 因為你剛才說 如果我是特首 如果我是特首 我會怎樣回答 首先第一件事 我想知道這個聖禁的當年 為何入了一行做三行 是否因為當年有個玫瑰園計劃 政府大量開支去起橋起路 而也禁實 不讓有完全的外勞輸入 令到你入了一行 到這些玫瑰園計劃完成了之後 你沒有能力轉行 根本入錯了一行 如果我再大量 跟大家說 做不做我未知 因為你知政府的 曾蔭權的 如果我跟你說 你等多三個月 等多六個月又公開 六個月之後 我又跟你說 等多三個月 等多六個月 就公開 對 好像波鞋街一樣 十年前土法都說 要收回來 十年後才做 十年後做的時候 就說 因為樓宇沒有維修 十年前我是業主 我聽到土法說 短期之內會收我樓的話 我當然不收 我都不收 你應該做危樓 你也要收樓 同一道理 你一直給人說 你不需要轉工 我們會有project拍出來 我們會有project拍出來 最慘的是 你幫到這個 昨晚的example 說他有公開 不用他轉型 害他 不害他 我都不要說了 如果我一個年輕人 住在這個金山旁 我是傷失 金山拍我的門 他們說 你先做著散工 我你的地盤 現在要散工 這個年輕人 就入了一行 做三行 到時這些project完了 那怎麼辦 開的是誰 我現在都已經不說 究竟你建那麼多橋 建那麼多路 好像日本 建一條幾百億的橋 只有三百多輛車一天 我不說成本效益 你究竟這個project 是在幫誰 你幫人 我可以understand 同不同意我不說 你幫到的 都起碼達到你的目的 成本的就是萬一再計 這個問題就是 你害到的就是這些工人 你和他們打心一橫 我們香港人口的增長 已經沒有八十年代 那時候的預測那麼高 土木工程 不會有那麼多 香港塞車的情況 已經大有改善 不會有的 這些project 到時有很多 突然間有很多基建 我們都會盡量引入外露 因為我們不想有香港人 在五年或十年 做完一行之後 那一行突然間因為政府政策 消失了 所以呢 不如這樣 再培訓也好 怎樣都好 我盡量幫你 公屋 住屋那裏 你覺得是住得遠的 我們找方法去給他近一點市區 不過我們不會再做這些project 就算做都不會找本地工人 最終你幫到的就是 起碼那個工人不會說三個月後 六個月後 還在問政府 對 對 真的很慘 他們跟社會脫了 他們可能真的很有心想開工 如果跟他們說真的沒有了 這份工 可能他們真的轉了行 對 對不對 香港 我去到很多談判廳 洗碗也好 針茶針水也好 其實真的有很多態度惡劣的員工 還在那裏 如果你真的有心機做 我相信是有的 人工怎樣 我另說 另說 如果問題就是 你一直給予預期 你只要等就有公開 不用轉行 不要轉行 還有一些 我以前都做工程 工人有個特性 他很喜歡等的 等公開的 等人call他 是這樣的 他不會主動去找的 我跟宣發文說 如果你政府給我這樣的承諾 我要多加一句 曾蔭權說 每年政府不少於239億 投在公共建設 就是每一年 他真的有這樣的期望 如果有這類的建築工人 他會這樣等的 是 那你對梁家傑的答法是怎樣 他說10元 買一碗貓魚吃幾天 唉 梁家傑 我也不知道在哪裏 開始說 你知道嗎 好慘 好慘 他不合理的程度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裏 開始可以說 他對教育 對教育 15年免費教育 其實我是同意的 我不單是15年 所以18歲以下的教育 我覺得 全力政府應該有能力 立即要資助 特別是我們香港 現在財政健全 是應該資助 我們C23學會 雖然對政府抽稅 這件事很討厭 也好 因為政府抽稅 就強行把資源拿走 去用在政府覺得重要的東西上面 不是靠市場分配 可能市場覺得教育 根本不用扔很多資源 不要理會 政府說要扔很多 現在我們所說 是怎樣資源分配 15年免費教育 本質上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就是 15年免費教育 可以 現在香港很多市民 不是說 小朋友讀書 沒有錢讀 大佬 而是讀出來的成本效益不行 即是浪費了小朋友的時間 即是浪費了他們的時間 那好了 你說要小班教育 我時常這樣想 我們香港最出名的Band1 Band1 你說小班 我當你15個人 20個人 現在可能30個學生 一個學生才生 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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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盡量維持30 30 如果我是一個想 兩個小朋友 有最好教育的家長 有一個Band1學校 跟我說 我們沒有小班教育 沒有小班教育 不過我們 produce出來 最終的學生 教育出來的學生 可以是 繼續上大學也好 或者是找到一份好工也好 怎樣都好啦 你作為家長 你會不會來呢 小班教育 小班教育這件事是什麼呢 小班教育這件事是我們C三學會最討厭的一類型政策來的 就是 教育 歸根究底 想做些什麼 就是教育的學生 一個人力資源的投資來的 醫療 最終的目的是想什麼 醫療好些人 讓人健康 對 小班教育究竟是什麼呢 小班教育就是 非學生的stakeholder 就是他們的利益團體 你說不是學生的利益團體是什麼呢 就是先生 誰 push 都最重要呢 就是張文光 他是一個教師工會主席 教師工會主席 為什麼教師工會呢 就是不要炒 教得不好 不可以炒 那時候我記得我在互動電視上 就是 後來拿到這個point出來 是不是 那時候我跟李卓人議員 辯論這件事 就是教這件事 他自己都說了一句 就是可能 因為給我不斷推下推下 就是連李卓人議員都說 沒錯 教得不好才會炒 嘩 接著我看著他 我說 你自己說 哈哈哈哈 還有我想補充 昨天有位觀眾 他問問題 他講學院制 嗯 他說他就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他說 他反對 因為那些先生 會 可能令到他沒有了份工 我猜這個觀眾自己是 就是 教師 這是老師的 是嗎 你又怎麼看呢 嘩 學院制 這件事呢 我們是很支持的 因為呢 政府就算說 當你15年免費教育 當你很多百億 你都要把這幾百億 分散出去 怎樣分配 怎樣被哪間學校 怎樣給法 是吧 學勸制好的地方 其實我都說得這樣 學勸制都不夠好 學勸制還是一個 在美國 美國人不流行補習的 OK 美國人呢 只是選一間學校 那間學校會提供課外活動之類之類的 其實香港的學勸制 應該是拆散的 十張 十張 一個月 八張 就可能是給那間學校 還有兩張 你就自己去做課外活動 也好 補習也好 或者學校如果是完善的 拿了十張 就給他 彈性在這裏 學勸制我支持的 其實那個人說 昨天那個人問 其實我覺得一個key point 就是 他說如果幼稚園推行之後 小學和中學會推行呢 是吧 那 我師医生會被特首的話 我會很簡單 會 剩下一分鐘 我會給主持人 我不要 我會 你做幼稚園 曾蔭權 辯護 為何幼稚園要這個 學勸制 其實答得不錯 就是 好的學校 家長才會選擇去讀 其實他講的這個學校也是這樣說 好的學校才有人讀 有人讀 自然有多些資源 是應該的 教得好 教得好資源多些 再教多些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小學和中學不推行呢 然後又要辯護 其實曾蔭權是很慘的 真的很慘 他是一個 就是好像一個液體 就是當年李小龍說的 你把水倒進杯裏 他就變成一個杯 你把水倒進茶壺裏 他就變成茶壺 那麼 曾蔭權就是一個 你倒進什麼容器裏 就變成那樣東西的政客 所以他是一個很成功的政客 我不會賴他 他只要是吃這堂飯 不過問題就是 你一直說 學勸制好 是因為家長有選擇 去到中小學的時候 就說 其實呢 現在都已經 教改都已經有這個 成客了 建功了 那你說什麼 幼稚園 工作的話 小學就繼續推 還有 今時今日 幼稚園成功的話 你就會有一代 一個generation 的家長 見到小朋友 享受了三年的學勸制選擇 不過去到小學的時候 就忽然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件事都挺有軟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了 曾蔭權希望是種一種種子 慢慢培養這個 家長希望可以 到時再爭取 直肢 有程度上 只是想做這件事 所以我 十五年免費教育 我支持 我支持 去到十八歲 我一定支持 只會怎樣分配 沒有辦法 梁家傑 即是 曾蔭權也會碎 Ellen Ellen 即是要一點點 CAM CAM的 Ellen 支持十五年免費教育 我是支持的 還有曾蔭權 這下 Ellen 即是他那時候 不小心掀了一句 梁先生 Sorry Ellen 他這些 就是三樓政治的化妝師 Spin Doctor 其實教他 如果你叫他做梁先生的話 等於跟你平起平坐 那你就因為是特首 就要是 Look and sound presidential 有個行政總裁的聲音 所以你跟他說的話 就一定要像下屬一樣說他 香港人叫高級行政人員 叫下屬 當然用英文 first name 所以經常都Ellen Ellen 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我第一 可以這樣說 這些政治辯論 我可以說 我是第一次 我一身都沒聽過這些 外國包括外國也好 當時我一聽他 他的規則 我一聽我就呆了 兩分鐘 半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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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不可以不想問問題 我一聽到這些 我一呆一呆 有什麼人可以在 兩分鐘內 把一個問題 可以很清晰地說出來 不多 我想 好吧 我可以第一次聽政治辯論 包括在外國 那麼久我都沒聽過 我開始擔心 我覺得 這麼有趣 這樣嗎 為何需要這樣 不給拍手掌 很多這些 令我感覺到 完全不是鼓勵一個人 可以把一個問題 可以清晰色色地說出來 好了 結果我聽到整個過程 過半分鐘 跟我原來的想法是一樣的 可以這樣說 我用一個字來形容 整件事 教 Pra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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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了 跟他加個黑 就是 大家在這裏兇談 兇談 兇談 那 好了 如果我聽到這套 我會選哪一個 真的 我跟 我都是不會選的 我不覺得 他們兩個說了什麼 一個 就是 說了口號 說了這些 我會做什麼 最後 沒有一樣 他們說到 是令我感覺到 他們了解的問題 在哪裏 教育的問題 在哪裏 是否小班教育 免費教育 是否能解決到 這些例子全世界都有 是沒有一個地方 是做到這件事 可以解決到的 好了 經濟的基本 激溝 激溝有問題 最後 有錢就給多些 沒有錢的時候就縮 這些 所謂的反應 我見這張反應 我媽媽也會做 不是 不是 你是一個政治的 一個 suppose 我要聽你 你到底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令到我覺得你上任 你要做得更好 所以我最終 我最多覺得 我英文一個字 就是 空談 大家是喊口號 簡直可以這樣說 是浪費了那些人的時間 當然 香港沒有這些 show 結果 大家帶來文章 又說什麼 又說什麼調查 哪個房間 最終我聽到你 簡直什麼都沒有說過 這是我一輩子第一次 聽這些 你浪費了過半小時 這是我感想 這是我第一次 一輩子第一次聽 所以 有些人想我會在政治方面 會很深入研究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聽過這些 不是我講的問題 就算是 我知道朵推院你只是 將你這個節目叫做香港出路 都是想找一些practical solution 可以落實的政策 你解決香港的切的問題 還有問題在哪 好了 昨天那個選舉 我是一個二十到問三十 就是三十歲的男人 沒有家庭壓力 之前來結婚 是 也沒有負債 是 好一點 很多人已經有負債 很多人已經有負債 買一樓 買一樓便是負債 好的 居住也沒有問題 是 租金也非常便宜 之類之類 是 不過如果我是一個大妻 嗯 老公上班 怎樣也好 就是掛車邊中產 剛剛買了樓 是 我昨天聽到昨天的辯論 是 我會很害怕的 嗯 我會很害怕的 你這個十五年教育 小班教育 中小學的改革非常成功 我作為一個家長 未來家長 是 我聽完 我 這個是不是我想我小孩 小朋友長大的環境來的 嗯 我也不講空氣 也不講其他東西 我想教育一樣 是 我是不是想我小孩子在這個system 裡面 打滾十幾年 嗯 在裡面成長 我聽到我會害怕的 兩方面 你說空口也好 也好 你是給不到市民信心 我們是有這個的 即是 他們有能力 在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之後的香港 是一個我想在這裡住的香港 是的 是的 那麼 失敗 完全失敗 你講solution 為什麼說 真是 有軟件的政策這麼重要呢 其實 你不是說我自己有軟件 我這些政策有軟件 是有軟件的 是市民在心底裡面 在gut level 真的覺得 這裡是一個 我可以娶老婆 我可以結婚 我可以生兒子 生兒子之後 我可以賺大錢 或者賺到錢 養妻活兒 之後我可以 退休的地方 我知道 我知道香港作為一個這麼特殊的社會 是會有起跌 不過我知道我跌了 我會起身 能否給我這個感覺 沒有 完全沒有 真的很害怕 大哥 為什麼問我們出生的下局 出生的下局很簡單 不是因為我們沒有你的五萬元 tax credit 大哥 是因為你給不到我這個感覺 一年給我五萬元退稅 神經病 給你三個月或六個月的津貼 交通津貼津貼 那又怎樣 半夜之後 辭職一下 我真的好笑 我們香港人 真的有這麼多人 沒有什麼更好的人 我真的錯了 是不是真的這麼差勁 我們香港人都要反省一下 有些人走出來講政策 我相信這裡在座 很多人 甚至坐在外面 在Green Room等著上show的人 都知道 你在香港講政策 特別是很大聲講政策的時候 任何政策都好 那些人第一句問你 你有什麼作用 你有什麼作用 你現在有什麼作用 你現在說這麼多話 你私下行會 反對最低工資 支持 最反對這個工費 肯定是收大財團錢 很多這些陰謀 我想說一句 誰說 董建華說 譚定康說 朱鎔基說 你不要看誰說 你有沒有聽到動機 你聽到他所說的 什麼聲音 我覺得香港人 那叫做小人之心 朱鎔基說 很多人是很有趣的 他從來不知覺得 有些人真的不需要有 不是可能他這樣說 不是他傳媒也是這樣 是啊 訪問你 就死怕你 幫你做免費宣傳 什麼都不能說 多多限制 最好你拍照 就不要拍照 是啊 這件事真的 香港人真的 為什麼會沒有這樣的亮度 不是 因為 好 我們這樣 下節 下節 我們再繼續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 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 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書籍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 又回來了 香港出路 喂 孫帆文 我們說回今天的題目 我們今天的題目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講香港金融市場 以及我們港交所有沒有出現這個壟掉的問題 我對金融可以這樣說 沒有深入了解 亦都不知道運作是怎樣的 但我起碼在表面上 我經常都說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 好像世界上排第二第三 例如倫敦、紐約、香港 我經常一種感覺 既然香港是一個這麼重要的金融中心 那應該在制度上應該是相當之好 是不是 好了 但背後有些什麼問題呢 那這件事情我就 或者 孫帆文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即香港這方面的問題是哪裏呢 有些什麼你認為可以更加好呢 不如這樣說 我們香港人 絕大部分的人都是 接觸這個金融 特別股票市場 是作為一個投資者 是 是 那 自從97年之後 自從97年之後 我們作為投資者 有幾個人是吵得很厲害的 是 那 不要說多了 我不知道在在外外有多少人 寵了 其中我們吵得最多 就是 卵商 出鍋卵那些銀行 食水好心 每個卵商都是賤賞 每個卵商都是賤賞 這個差不多是香港 散戶 第一 投訴 賭股票 輸錢 就是理情我願 眼光不好 輸錢 那你預算可以買股票 對不對 卵商最賤價的地方就是 哇 我買它升 它真的升 但卵不動 為甚麼 更恐怖的感覺 更殘酷 就是買它跌它又不跌的 我買跌它又不升 我買跌它又不升 我都不升 它跌了一隻坨卵的價格 你都沒有錢賺 那好了 還要付交易費 為什麼 這個其實先 我們慢慢講完 那些 我們complain些甚麼 是呀 為甚麼交易費這麼高 背後 背後 第二件事 就是 先市股風暴 先市股風暴 為甚麼呢 甚麼叫做 就是 例如說 納斯達克市場 或納斯達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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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一定是科網 創業版 都不是 Nasdaq 都不算創業版 以前有這樣的功用 現在都不算 那怎樣呢 其中一個先市股風暴 就是 當時有硬順規定 你的股價要是某個水平 那香港好像是5毫還是1元 你沒有5毫1元的話 就要除牌 即每一股 價值 其實你想想想 如果公司值100萬 你有1000萬股 那你每股就值1毫 那你十合一 那你便值100萬股 不過每股便值1元 其實你股價和股數 是不影響你公司的價值的 不過當然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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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回來 就看到 很多人喜歡買小價股 特別是那些1毫斗令的股 其實真的因為他覺得 匯豐百多元太貴 先市股幾千很便宜 很划算 即他不會 其實他先市股的股數多很多 即他沒有這個概念 很多先市股 歷史以來 大上大落 也有些人試過 大上之前買了 上到很高又不放 下回來 又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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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二浪再升 才買 學了教訓 所以 在香港很多神話 特別是散戶 其實很多神話 就是他用萬多元買先市股 真的升到你不信 升到你不信 這樣賺大錢 所以香港其實有很多散戶 就拿著這些先市股 那時候馬時鏗就出來說 硬性除牌 如果你沒有1元 就除牌 完全沒有交易 但沒有交易 這件事對於上市公司 是一個死罪 判死刑 判死刑 那你作為一個先市股股東 當然是放出來的 恐慌性掏售的 就是因為馬時鏗製造了一個 人工的股災 先市股股災 出來道歉 現在問題就是 如果我是賣魚蛋 我賣魚蛋 以前就是賣5元10粒 我現在創新 5元10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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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作為一生意人 我喜歡怎樣賣 怎樣賣 政府是差事嗎 沒關係的 為什麼有一個product 有一個政府官員 會出來說 你要在某個價位而告 就不會讓你賣賣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就好像回到剛剛的卵商 為什麼卵商可以出現這個 好像很想騙人的情況呢 這個已經是兩個例子 第三就是 我們香港上市這件事 現在有創業版 我先不要理它 現在問題就是 你見到近10年來 香港上市的公司 已經很少是香港自己本身的公司 即是說總市值 都是大陸批准 它上來香港上市 雜資 我們香港政府 或者是港交所 一直都說 有大陸的祖國公司來香港上市 就是成功 很成功 雜資額市值一直這樣升 很成功 歸根究底 一個交易 一個交易場 股票交易場 它最終的目的呢 就是幫公司融資 令到公司如果是太大 銀行借不到錢給它了 它要找其他融資渠道的時候 有這些融資渠道 股票市場 它的功能就是這樣 是的 股票市場最終功能就是這樣 股價升跌升跌 好像累到很多省戶輸錢 又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正當股價升的時候 它就會吸引更加多公司進入那個工業裏面 去提供更加多那個工業的服務和產品 就像以前.com那樣 一摸瘋進去的時候 你看到很多.com成立的 就是後來很多都收了一顆 有些是韌立不倒的 甚至是好像ebay 那些更加會令到 帶動了很多消費者有利益的 不過那時候因為 那個心態就是不試你不知道 哪個合適哪個合適 那股價高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吸引了很多資金流入去 大家百花齊放去做.com去試 那現在也都否定了 很多的營運模式 賺錢模式是根本就不合適的 那也都幫了世人 就說不要再把資金分配下去這個營運模式 所以股價升跌就有這個功用了 Allocation of Capital 資金分配 亦都是用歷史 用大家輸錢的經驗 以後都不要再做那件事了 古兵性是這樣 那香港管交所為什麼 壟斷有什麼問題呢 香港港交所這個壟斷 一間公司過 它那個政府的目的 就是希望保護投資者 嗯 還有在繼續有融資這個範疇上 得到平衡 得到平衡 即是又要保護人 又要保護投資者 又要做到他的功能 就是融資的功能 孫兄我想問一下 現在廣交所呢 究竟是政府有沒有持有 還是全私人的 哦 這麼說 是全私人擁有 不過 有過半數的董事局董事是政府為人的 過半數 即是政府打批的 基本上都是政府 政府控制的 政府控制的 是委派 指定的 指定委派 是的 OK 那 即是港交所作為壟斷機構 亦是政府控制 基本上是官僚架構 在我自己的專欄裏面也好 在這個節目裏面也好 我也重複再重複這麼說 官僚裏面的官員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不要揹鑊 千萬不要揹鑊 千萬不要揹鑊 那怎樣呢 就令到很多金融上的突破之類之類 是不能做的 或者是上市公司 為什麼香港公司上市 數目比起80年代 初70年代 少那麼多 少那麼多 不是因為我們經濟不起飛 一直都有這個中小企業壯大的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最大的問題是哪裏呢 就是他怕揹鑊 很多時候不批地也不批你 拖你也拖你 不要說什麼 我幫蘋果日報打工 我們壹傳媒 當年把蘋果日報 注資到壹傳媒的上市公司 都拖了很久 拖了很久 如果有兩三個市場 大家都爭著壹傳媒的上市地位 他們已經在鬥 盡快批核 OK就上市 對不對 不是 現在怕什麼 那你們會問 為什麼大陸公司上市 大陸公司肯定比香港公司更多問題 沒錯 不過 豁免 豁免 法治精神之下最怕就是豁免 一有豁免就不公平 香港公司面對的條例 全面對做足料 很苛刻 起碼保護到投資者 大陸公司怎樣呢 不斷決免 我不要說太多 我以前做石油分析員 香港上市公司有一個規例 就是 你一定要達到某一個百分比的股份 在街外流通 那是百分之二十五 我以前做石油分析員的時候 中石油的上市股份 街邊流通量 只有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其他就是國家的 CNPC 那 你說小公司影響不大 你希望街邊流通量達某個目的 一定是有理由的 那為什麼這公司有豁免 爭了頭 為什麼這公司有豁免 你豁免就豁免 好了 你不要豁免完之後 才說 我們香港公司的競爭力缺乏 上不了市 而大陸公司就有競爭力 好了 你現在會問 為什麼要給他這麼多豁免呢 很簡單 他怕什麼 國家公司出事 國家什麼 怎樣到你的本地小官員 芝麻綠豆官員什麼 港交手 國家出事 就是國家什麼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才看到 港交手 我也覺得他們 想盡量多些公司上市 因為他怕什麼 所以令到條例很苛刻 如果他可以豁免 一定豁免 國家公司 當然可以豁免 都不關我的事 國家政策 要幫助國家推動 現在倫敦加益 所有俄羅斯公司上市 為什麼我們香港賺不到這筆錢呢 香港正常賺不到這筆錢 香港正常賺得住了 駁你只是增長快 希望就算有問題也好 因為增長很快的時候 蓋得住 沒有事 過關 為什麼我們賺不到 俄羅斯公司來香港 就是因為 俄羅斯公司不會得到豁免 大家都知道 這個 怎麼得到豁免呢 你經常都說 俄羅斯公司是天然資源公司 所以香港投資是不懂 不懂的話 我們要買鋼西筒 我們不懂 我們要買中石油 這個完全不成立 好了 說回卵商 卵商可以好像很欺騙你 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是一個 一個壟斷 壟斷 壟斷 很簡單 我孫柏文有資本 為什麼我不可以出撲韌呢 撲韌很簡單 撲韌是什麼 撲韌是用我擺一塊錢在這裡 一百元 我就可以賣一張紙給你 我擺下了一百元 那張紙就寫明了 如果在年尾之前 07年年尾之前 匯豐跌穿一百元的話 你給我一股 我給你一百元 就是這麼簡單 撲韌就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我不可以出撲韌呢 我為什麼不可以出撲韌呢 我現在是股票的 多看遠離都應該有一兩手匯豐 為什麼你不可以放下兩手匯豐 出撲韌呢 撲韌又簡單 你出一張 是這樣的遊戲 對沖的 基本上 你以為今年之內應該會有得升 不過就升不到150元 那你就出了一張紙 就放了一股匯豐 就說呢 如果一年尾 那一天 是過150元的話 我就給你一股票 我給你一股票 你給我一百五十元 那麼 理論上就很容易出 對不對 那你當然會說 不是這麼簡單的 哪裡做到啊 對不對 一定這樣說的 理論上當然很容易 對不對 我告訴你 美國 不要去美國了 新加坡啊 散戶是可以這樣出卵的 正當有這麼千千萬萬的散戶 同時間出卵的時候 同時間出卵的時候 你卵價的日價自然會下跌 到時它股價移動的時候 因為你到時可能說 股價移動的時候 我買回我的卵回來 很多散戶進行這個家日的時候 一家存在 根本就會壓低了 也會少些穩笨的情況出現 因為有競爭 那為什麼沒有呢 那為什麼沒有呢 這個 我不知道在想什麼 不過我只是知道一件事 如果孫柏文可以開一個 這樣的 這些卵的交易所 一定會搶到我的生意 你當然會問 你一個人都沒有看著我 這個小肥仔 又在想什麼 哪裡那麼容易啊 人家講交所 整個交易廣場下面 只是電視studio 都三個了 你怎麼做呢 孫柏文 我回應一下 為什麼很像醫療 很干預 很複雜的 醫療那些 你不明白的 那些機器 你不明白 很像 我想說 當今世上 也沒有當今世上 可能上海比較厲害 不過在美國 本土 No.1的卵交易所 是90年代才成立 就是全世界的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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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 最大的option trading exchange 是90年代才成立的 那你當然會說 你成立的 當然有大把人支持他 大機構支持他 當然搞到好 那麼大都那麼大 對不對 他們開始的時候 只有三個人 三部電腦 嗯 三部電腦 就在十幾年之後 變成美國No.1 今時今日的科技 即是以前的大時代 這個電視劇 都正要走到黑板那裏 抹來抹去 是吧 都是大梯打字元 打一些 record 出來 今時今日的IT科技 其實做一個start exchange 那個cost 是很低的 嗯 只是他投資質 信不信你 我牙齒當 不用信我 不信我 不過問題就是 正當一個setup cost 那麼低的時候 那你就會問 為什麼政府不給呢 政府越來越乾 因為以前香港 真的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 是 那麼特別在股票交易上面 政府差不多是不來的 即是內幕交易這些 或者是上市規 之類之類 很多都是八七年之後 特別是九一二年之後 就逐步逐步通過的 OK 好像溫水煮蛙一樣 一路將溫度加高 如果你的青蛙好彩 就有些豁免 所以不用煮死 就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就是1987年 十月股災的時候 當時的港交所 就是聯合交易所 就是一個 gentleman's club 他突然停市四天 停市四天 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覺得他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當時的博客真的有很多貨 要撲回來做交收 你只是做錢 因為你的客人已經輸了這些錢 那我預訂卡牙齒當金使用 我就頂了他 那我頂了我 也要借錢回來頂了他 對不對 所以就要多用兩三日時間 先停止交易 令一些人可以做這個 Settlement 即是你交到股協給我 我都交到錢給你 大家會撲到錢回來 但這個System不要倒 不過最大的問題是哪裏呢 就是 只要你停市四天 很多外國基金也好 香港省戶也好 我都要放貨 你不要說你預訂卡頂不住 我等我要放的 股市不停搓上 搓下 你不讓我交易 這是什麼系統來的 那麼政府有見及詞 就一直說停市四天 我們開始監管了 有一個Commission 好像叫做Mac Cloud Commission 做了一個說 政府一定要加強加入 加強干預 加強監管 這些全部都是 今時今日的左派 即是社會主義者左派,最喜歡這些口號,不是加強監管 加強監管之後就出現現時的問題,香港信息公司無法集資,藥卵商可以繼續找人笨之類 你要問自己,為何當日他可以停市四日 這就是根本問題,他停不到市四日就不會出現這些要求監管和干預的情況 你可以想,為何他有能力停市四日 原因就是他沒有競爭,他沒有競爭的原因是甚麼呢 其實香港當年有四個交易所 有四個交易所,九龍、遠東、香港和最後一個 現在變成聯合就變成一個了 所以叫做聯合交易所,就是將四個聯合一個 他那時也是處於同一個理由,香港太亂了,我們要求香港金融未來的發展 所以要將四個合併了一個 因為一個競爭這麼大的城市,怎可以有四個交易所 你就合併了,合併了之後 就出現到可以停市四日的機會 如果當時有四個交易所 因為那時四個交易所都可以賣賣匯豐 你想想,香港交易所停市四日的話 九龍交易所不會再開 九龍交易所一定再開,多謝你,你就停了 我們繼續開,到時就沒有人敢刪的了 好了,政府就是因為自己這麼粗將四個交易所合併 令到他有機會去做這個壟斷 令到他有這個能力去停市四日 最後呢,停市四日之後就要求政府監管監管再監管 去到今時今日的地步就是出現嚴重的錯配 幫不到香港經濟發展 今時今日的恆生指數 究竟裡面有多少成份是代表我們香港經濟的 我剛才聽到你所說 其實它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就要幫助香港公司融資 第二,它要保障投資者 它希望這樣做 你剛才所說,他們過去的行為 似乎讓我感覺到 他們覺得這樣做會安全一點 安全一點 投資者就不會有那麼多風波 透明度 或者就算沒有透明度也好 他們起碼有些人看著那些小公司 騙人公司 就不會那麼容易出現了 所以它為何會被大陸豁免 正如你所說 它背後有國家頂住 那就安全一點了 所以它就會被大陸公司 不是安全一點 不是安全一點 是倒了都不關港交所事 因為香港人 投資者接受 投資者接受它倒了不關港交所事 它只要肯接受港交所就會批 是這麼簡單的 那它就做不到這個功能 對 現在你所說的 國家經常說有幾萬億儲備 是 要用什麼上市 集資 即是你真的做一個 市場交易是一個 一個融資的地方 但它根本不需要融資 它要引進的 可能要當外國的投資者 去監察管理層 不要耍蠻 將這個監察去外判 即是你每一個管理層都要公布 即是要出連報 都要出公布 希望這個機制會改善它們的營運手法 所以用資金是做不到的 你用這個機制 你用這個機制 即是找外面的人看著自己的東西 我明白 即是 我今天想 即是 即是 你比香港 以前 為何有四個交易所 其實都是各八位時代 各八位就是我們香港財政司 六十年代 香港很多社會主義者都很討厭它 很討厭它 我明白的 那些政策是比較浩克的 其中有一條條例 這是前香港交易所的老人家 鬼佬跟我說 他說這時天下大亂 香港政府哪有可能有法例說 二十個人走過來 簽一張紙 喊下不知多少錢 就可以成立一個交易所 什麼什麼什麼環境來的 這麼自由的 我心想 這些才好 你真的這樣可以設一個交易 的話 你真的講給你知 明天的卵商 你立即見到卵商 抵賣很多 但是 無形中 很多是那些 有些博彩 不是真正的投資 我不會說 所有的博彩不博彩的人 他們參與的時候 價格的動動就會快很多 快很多 但這好像賭博的 先看看 價格動得快 人們會說 哇 價格動得快 很多人會死的 大陸、日本、美國 都有停板機制 跌到某個位置 停止交易 我經常都這樣說 香港沒有 亦是很有幸運 價格動得快 等於 例如 下降價 香港不可以有 香港可以有 香港可以一天之內下降八成 不會停板 你說它不會停板 香港不可以停板 香港不會停板 而外國、日本 可以 台灣都有 台灣都可以停板 香港就不行 香港就不行 其實我 動得快的好處 動得快的好處 動得快的好處就是 就馬上訊號給全世界的人 你不要再把資本放入這個工業裡面 或者這間公司裡面 如果你慢慢跌 還有一些傻佬在內衝進去的話 那就害了他們 或者現在股票 你給它一路大升特升的話 你便吸引了競爭對手去進入那個行業 令到整個經濟體系的彈性 反應很快 所以停板機制是這樣的錯 所以這件事情 港交易所 沒有停板機制都是一件好事 都是一件好事 那 我今天想用心梁虎和大家講 怎樣改善它呢 我問過唐英年 我說香港可不可以被競爭 唐英年自己回答了一句 香港已經有競爭了 我們有兩個交易所 兩個 一個就是港交易所 另一個就是金銀貿易場 金銀貿易場 金銀貿易場只是做金的 我都已經希望他拆了銀 都不交易銀 他就說這個已經是競爭了 他們兩個做不同的東西 做完全不同的產品 不如我們這樣說 以前是有論出過 好像今時今也有論出過 就是黃金的貨倫 黃金貨倫 你其實現在可以按機 按下去那個股票機 就看到黃金貨倫是多少錢 你一想想 這個黃金貨倫 那不是金銀貿易場 做會比較理想 當然 你說這裏 這裏散 那裏面金銀貿易場的人 跟我說過 很高層 就說 他們不是不想做 不過金銀貿易場 因為他們的 營運自由度很大 很高 如果他開始賣這些東西 就會被政府不斷瘋狂地干預 他就不想引狼入室 引兵入關 所以就說 我們先不要慢慢 我們都不急 還有還有 黃金和白銀 買了黃金和白銀的人 某程度上 都不太相信這個紙幣 不太相信建制 不太相信這個政府 政府一監管 很簡單的事情 政府只通過一條法例 黃金貨倫場裏面 你所有人的買賣 你所有客戶的買賣 我都要清清楚楚知道 如果我真的不怕政府 好像當時 你媽媽有些黃金 他買黃金的原因是想走爛 如果政府知道有的 他衝進你家裡 拿黃金你怎麼走爛 所以我明白到 黃金、金銀交易所 不敢挑戰他 不敢挑戰他 所以我是明白的 不過如果我 我有這樣的欲望 想做一個交易所 你不要妨礙我 還有最後一個項目 我想說的是 很多香港現在中小型的股票行 很慘 很慘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 就是因為港交易所壟斷 港交易所要怎樣玩 你又怎樣玩 你根本不能離開 很簡單的事情 如果我的Client 我托一個order 而我真的有另一個 Warrant的交易所 他真的可以把這個order 撥過來我一邊 不用撥過去港交所 那當時還不會投降 就是因為你沒有支持他們 你沒有支持這個 另類的交易所的興起 就是自食其果 現在 你不敢出聲 很害怕 還猜自己一百萬票裡面有票 就應該沒事 就一樣死 好了 那是不是這樣說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改變這個現象 改良這個問題 那是不是走回以前 那樣 就是 沒有得過幾個 開放 OK 不用用數字限定 因為始終做交易所 最難最難的地方 就是 投資者一定要對你有信心 就是在一個極端的 大波幅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做到教授 可以 好的 好了 我們等下一次 我們再繼續 多謝宣發文 幫我們討論這方面的 香港的問題 對我來說 都是學了很多東西 因為我始終 這些金銀貿易的東西 我就不是很熟悉的 多謝